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中貞 先預祝各位新年快樂 虎年平安賺大錢 今天加權指數是 在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認為說在之前的一些持股 包括一些操作都不重要 我們現階段就是把目光 放到年後的行情 首先你要了解到說在今年 我們就以農曆年 當成一個基準點 今年跟去年它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它最大的差別就像我講的 今年它是很標準的升息年 所謂的升息年就是說 可能在前年 在大前年 它是因為說QE的情況之下 讓整個股市充滿了資金 但是這些資金它會在今年 陸陸續續的收回來 它會照成說 整個市場的資金量減少 市場資金量減少 會漲的股票自然會變少 所以你去看 先看加權指數 以加權指數來講 預計的規劃還是跟之前一樣 其實在年前的一些賣盤 它是遞延到年後 尤其是說這一段 其實這一段台股的下跌 它基本上是已經把一些 可能出現的風險 那該反應的一些賣壓 都已經提前反應 所以基本上你說在 這個封關期間 在封關期間只要台股 或是說國際股市 沒有出現什麼驚天動地的黑天額 太大的變化 這些買盤它在年後第一天 進場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 就像我講的 其實主要是因為說 在聯準會 聯準會利率會議 它在明天才會公佈 所以在風險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買盤會全部集中到 紅盤日才進場 它就很有可能會出現說 在這個位置進場 開紅盤就一路這樣往上拉 先往上嘎一段 包含像是櫃買指數也是一樣 櫃買指數的空間 補漲空間比加捲指數更大 也是因為說 比較大量買盤 在年前進場意願偏低 所以累積掉年後 它就可能會先嘎一段 但是還是要再強調就是說 在年後 以指數來講會有行情 但是如果是以個股來講 會漲的股票預計只會剩下三分之一 因為資金量比去年還要減少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資金只會去買最好的公司 不會去買相對好或是不錯的公司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在今年 操作難度 包含一些對於股票的一些邏輯 要跟前兩年有非常大的不同跟轉變 就像我在近期一直在強調 你沒有辦法用去年或是前年 有效的操作策略放到今年 放到今年可能你會覺得說 怎麼在兩年前 非常高勝率的一些策略 一些手法 到了今年怎麼都不會賺 因為市場的環境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就像我講的 來這裡 虎年全新的規劃 你需要去用全新的操作策略 這一套全新的操作策略 是要屬於升息年的獲利方程式 你要是要說資金量減少 資金量減少 它不會再出現類股的起漲 等於是說 像去年來講 去年像是元宇宙 低谷衛星電動車要漲 大家一起漲 是吧 但是在今年不會 在今年要漲 它只會漲特定的股票 尤其是說延續性 可能不會像是去年這麼的高 很多股票可能會說漲完一段 開始休息漲完一段開始休息 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要用盤面現象當成指標 用盤面現象當成是指標 就不會硬去追一些技術面 轉強的股票 是吧 所以其實 這樣子的操作邏輯 那在今年來講 會變成說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盤面的資金流向 那跟一些盤面現象 來去判斷接下來會漲什麼 盤面上當天強了什麼 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今天盤面上的現象 跟一些特色 一些股票 漲上來之後 接下來資金會去哪裡 以今天為例 其實以今天 在前兩天 那基本上上市跟上貴的股票 沒有太大的資金邏輯 那主要的資金都是落在 新貴的股票上 一些集團旗下的小經濟 那以今天來講 其實整個資金是相對來講 比較具有邏輯性 大家去看 今天包含像是博智 博智也上漲 雙紅也上漲 代表說整個資金 它又回到了伺服器 是吧 所以你去看 在上週有特別講過 以整個伺服器來講 伺服器好 網通就會好 所以看到伺服器在漲 網通它一定會是首選 今天資金又流到了 所謂的伺服器這一塊 博智它是很標準的伺服器PCB 在伺服器這一塊的PCB 佔比大約是六到七成 博智開始起漲 代表說資金又重新回過來 再來是3324的雙紅 雙紅它也開始漲上來 當然說看到這樣子的盤面現象 不用去硬追說 當下已經漲上來的股票 就像我講的 其實只要說它的資金 是有邏輯性 它會在相同族群中 不斷去尋找新的標的 等於是說你不用再追高 在不追高前提之下 你可以很輕易找到 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這才是今年 那非常重要的一項課題 像是今天的博智 那跟雙紅起漲 那就像我在上週所講的 伺服器好 網通一定會好 所以今天其實包含像是正文 包含像是智益 中壘 它都有比較大量的買盤去進場 其實在今天 只要資金是具有邏輯性 往同一個族群下去做買進 其實有很高的機會 它就會在年後去續牆 因為你說如果是在年前 那年前一些買盤 如果是零星點火 這邊買點這邊買點 那它不見得真的是看好 年後的行情 但是如果它是以整個族群 下去做買進下去做布局 有高機率 年後就會繼續漲這一群 所以你去看 今天的資金邏輯 就在伺服器這一塊 那當然說看到了博智 雙紅這些 這些漲上來不用去硬追 還有其他像是網通 那其實整個伺服器族群 除了說博智跟雙紅 那資金也開始外溢到一些 基起比較低 那基本面也很好的伺服器相關 你去看今天 有一檔新股票 8210的秦城 它也開始在網上拉 那其實它本身的基本面 就很好 秦城本身基本面就很好 它在2021 基本上是它的谷底 它是它的谷底 那到了2022年 因為一些成本的轉價 那包含缺料的緩解 預計全年可以賺8到9元 那8到9元 對於網通廠來講 不到90元的股價都很便宜 今天馬上出量上漲 是吧 它做伺服器的機殼 所以其實就是以這樣的邏輯 先去把股票選出來 把一些直優的股票 那體質好 全年營收好的股票 先去挑選出來 那當資金邏輯過去 資金流過去這個族群 我們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去買進 所以這也是在今年 很重要的一項環節 包含基本分析 一些產業分析 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一定要去了解 這是最基礎的東西 那當基本分析跟產業分析 都已經有了之後 就是要看什麼時候 要去買進 是不是 否則你說好的股票其實很多 被低估的股票也非常多 尤其是像這段大盤下來 這段 大盤這樣往下回檔 那貴買指數也這樣往下修正大約是10%左右 一大堆股票 它都已經進入了超跌區 那其實你隨便去找一檔 說好它的評價比較低 或是說低於同業的一些股票 說真的它都有上漲空間 問題是什麼時候漲才是重點 是不是 否則你繼續看 你說像是台積電 台積電在去年買 今年也會漲 問題是放了時間很久 那為了要避免這樣子的情況 讓資金使用率發揮到最高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盤面的資金 盤面資金去哪裡 我們就去買相同資金邏輯裡面 還沒有漲的股票 是不是 所以包含像是今天 博智跟雙孔起漲 那包含像是晴晨也起漲 就可以去留意網通族群 就是這樣一連串的邏輯 所以你說 在今年的行情到底好不好 升息對於股市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不會 它就是回歸到一個 最正規的情況而已 就像我講的 其實在這一兩年 那有很多股市的新手 剛來這樣子的市場 會覺得說 整個股票市場 好像真的說非常非常好賺 非常的美好 但事實上這不是常態 真正的常態 是在兩年之前 疫情發生之前的股票市場 才叫做常態 是吧 所以其實正常的常態 本來就是一項族群裡面 它只會漲最好 跟第二好的 那不會說什麼 有的沒有不相關 雜七雜八全部一起漲 這只有在QE的資金浪潮底下 那才會出現 所以今天來講 做說全新屬於生息年的獲利方程式以外 那資金邏輯去判斷說 下一單股票買什麼 這會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才不會出現說 萬一你追高進去 那結果它是單日行情的窘境 好所以像是今天的中壘 它也是持續在上漲嘛 就像上週講的 伺服器開始在轉強 那整個網通族群 它一定也會跟著好 伺服器跟網通是相輔相成 網通的缺料緩解 伺服器才會好 好 那當時整個網通的訊號 就是由博智跟金像電 帶出來的 在上週 博智跟金像電同步的大漲 那這個時候就會知道 資金已經開始轉進伺服器相關的族群 但是不用去追 第一檔衝出去的股票 我們把它拿來當指標 來去尋找接下來會漲的 這才是大家要的操作模式 所以像是中壘 在本週1月24號 持續再往上漲 今天 封關前的最後一天 繼續再往上創高 大漲的4% 能夠在今天這種成交量 那這種不確定因素 這麼大的情況之下上漲 代表說它是有真正的買盤 再去進場 全年大約是6到7 殖利率 穩定都大約是6%上下 非常非常高 就是非常標準的進可攻退可守 那其實就像我講的 其實中壘它的基本面 跟它的獲利情況 接單情況 它沒有說太大的改變 那關於像是網通類股 整個網通類股 它在今年的第一季到第二季 缺料的問題會緩解 那它訂單滿足率會提高 原本說 其實說整個網通族群都一樣 說整個網通族群它在去年 它在去年其實需求量就已經很大 那訂單量其實也不小 那只是說 它有這樣子的訂單 但是因為缺料 長短料的問題 或沒有辦法出去 那就會導致說 好 訂單的滿足率偏低 訂單滿足率偏低 營收就無法貢獻 是吧 那這些無法貢獻的營收 全部都會累積到今年進場 所以中壘再繼續創高 那其實這樣子的邏輯 就像我講的 中壘他在今年賺6到7元 這一項數字 其實在1月初 這就可以預估出來 那在1月初就會知道 網通缺料會緩解 那為什麼這一段 偏偏是近期 才出現連續性的上漲 才過高到77元 是不是 這就是你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為什麼中壘會在這個時間點才漲 在基本面沒有變化的情況之下 現在去漲 因為伺服器開始漲了 伺服器開始漲 伺服器開始漲 相同的資金邏輯之下 他自然會去買中壘 所以就是要以資金去判斷說 這個時間點到底該不該買 這會非常的重要 那也不會出現說 明明是好股票 結果太早買 結果等太久 或是說太晚買 結果不小心追在高點的情況 然後除了中壘 包含像是致意 也是做過一趟的致意 今天再重新轉強 也是非常標準的網通場 網通龍頭 他會具有拿料的優勢 全年12到13元 也是不貴 今天也是漲4% 這個位置開始轉強 所以其實今天很多的強勢股票 他都可以代表說 一些資本利益的買盤 就像我講的 其實當指數在漲 那你要去看說 他的結構是怎麼樣 如果說指數在漲 全部都是落在全值股上 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 他不見得是真正的買盤 他不一定是要去做價差 他可能只是要去做 投資組合的調整 調節 好 那如果說他單純只是 做投資組的調節 去讓資金去做parking 其實這對於操作上 實戰面上 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那你要看的就是這類型 比較偏向短線資本利益的買盤 還有包含像正文也是一樣 4906正文 也是很標準的網通 今天也是上漲了3%以上 4906正文 全年3到4元往上拉 旗下的北極星跟正基 今年掛牌 對於正文來講 營收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去看 正文其實這樣下來 為什麼會選在這一段 開始轉強起漲 因為伺服器在漲 那伺服器在漲 它的資金會開始慢慢的擴散 先到中壘 先到制裔 那再到正文 這樣一檔接著一檔往下去漲 所以這是在今年 非常非常重要的操作邏輯 最重要的是 在年前的買盤 因為不確定因素影響 買盤已經遞延到了 年後的第一天 所以年後第一天非常關鍵 要不先把標題準備好 有機會一路軋空到月底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送禮就要寵到你心裡 嗨 新年快樂 天力合補觀燕窩 來自珍貴燕展 金銀飽滿燕條 給你滿滿的健康滋養美麗 從這裡到你心裡 天力合補觀燕窩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集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塵服服 取得基本面 到深夜市泡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研究發現 含維他命A綜合眼藥水 能舒緩疲勞肝炎 來 維他命A直接補 究竟 不是這樣補 施美露博士捷眼藥水 獨創維他命A 穩定吸收技術 直接補營養 舒服又水亮 施美露博士捷眼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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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我也來一隻喔 你不是吃粿嗎 在那裡逛傻了 在分享盒 大腿棒腿 整個轉轉腿咧 炸雞都愛吃麥脆雞 新出幻具 就要麥當勞分享盒 大份量更滿足 臉露出來 真的很冷 既然這樣也只能夠釀了 早安啊 早安啊 會不會太花俏了 應該說是超級花俏吧 週一至週五 下午五點至六點 櫻桃小丸子 全名新攻略 成功在機會 但未來在命運 命運之牛 請選擇 得到的是 請選擇 我選五號 恭喜得到 一百元 撿偏眼你的表情 我還不應該 他幫你答題答課很辛苦 晚間六點 今度念慈安全明新攻略 游游白白 游白三八 暗情沒有困難 趕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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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五周生意委他命 一死一口南地 五五三八 當天 仗余一時改電一世 以後我都問我去哪兒 我都把你帶著 傲進入場 佳風巨片 颯風雨要來了 好 所以其实在年前 整个指数出现连续性的下跌 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可能会稍微觉得比较悲观 就是说全年的行情 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大多头是不是就会这样结束 其实你换个角度想 如果说在年前 我们有举例 如果说加权指数 这一段没有在年前出现 贵买指数这一段 足足10%的跌幅 没有在年前出现 那它全部累积到年后 开红盘日跳空下跌 这不是更可怕 是不是 这真的会造成说 很多股票全面性的重挫 而且你会来不及去停顺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换个角度想 那它在年前 把整个年假期间 可能会发生的风险 那联准会的风险 包含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全部把它提前去反应 那其实在年假期间 只要国际上没有出现什么 非常非常夸张的黑天鹅 就算是美股下跌 小跌震荡都好 台股在年后上涨几率 就会非常非常高 因为它就提前反应完了 提前反应完是要怎么去跌 所以当这些 它把整个说市场氛围反应完毕之后 在年前没有进场的买盘 它会全部跌延到年后 所以就像我讲的 在年假期间 那把一些标题准备好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否则第一天如果说指数急拉 个股急拉 请问你要有什么去挑 到时候一定是手忙脚乱 那当你错过第一天 第二天再上去 你就会不敢追 那它就会形成一个嘎空的行情 一路这样嘎上去 是吧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 就是说当大家 整个市场上最悲观的时间点 那大家不敢去买股票 那结果突然一根藏红 都这样 这个位置 突然一根藏红上来 那一根藏红上来 大部分的投资人 心里一定会想说 我等到拉回再去买进 它可能是单日行情 可能是反弹行情 那当市场都有这样子的思维 都有这样子的氛围 它就会一路拉上去 这叫做嘎空手 嘎空手就是包含一些法人资金 忠实户品种最爱的行情 少了散户的筹码 少了一些散单的卖压 他们要拉股票更好拉 所以一定要利用过年期间 把标的先准备好 那标的有哪些可以去买进 在我这两大平台 都会有 包含Light 包含Telegram 都会不定时去分享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记者加小老鼠 尤其是年假期间 如果有什么说国际上的风吹草动 那有任何的变化 我也会在我这两大平台 第一时间帮大家去做分析 尤其是说如果是长期这样下来 那我这两大平台提供的 绝对不是你在外面 学得到的技术分析 产与产与基本分析都不是 而是你在外面没有办法 透过一些管道去学习到的资金的逻辑 资金的流向 那我有说资金的流向 你才能够最清楚看到说 这个时间点盘面上的变化是怎么样 是吧 所以包含像是今天的钟蕾 那也是有特别讲过 在上周一就特别讲过 伺服器好 网通机会好 直接往上拉 这也是一样重新转强 包含像4906的正文也是一样 那正文的起涨 除了说资金流到网通这一块 另外一项重点 就是旗下的北极星跟正基 昨天讲过的正基 已经开始在上涨 今天有机会挂牌 对于正文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那当然说除了说 年前这一段 年后这段嘎工行情 一定要跟上以外 另外一项重点 就是期间限定的获利机会 小金基 而养小金基 那这一段其实 这样一连串下来 大家一定会知道 为什么会说他的期间限定 当大盘不好 一些贵买的股票 相对就会强势 小金基系列期间限定 最后只到年后一周 它是最后的机会 那其实从上周的 台积电的子公司 彩玉 彩玉先涨之后 接着轮到富士达 齐鸿的小金基富士达 富士达涨完 昨天轮到正基上涨 这是一连串的资金逻辑 所以你去看 来这里 台积电的彩玉 台积电的彩玉 那先上涨吧 台积电的彩玉上涨 那其实 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资金逻辑 盘面现象 好那再来 富士达 其宏旗下的小金基 富士达跟着上涨 代表说 资金已经确实 转到了大集团旗下的小金基 尤其是在今年有机会上市的一些股票 好 那一直到本周一 特别讲了 接下来会轮到正文旗下的小金基 正基是不是 正基它也是在去年的年底 就已经申请送件 在今年有机会上市 这就是很标准的资金逻辑 看到A我们可以去挑选到B 那做完B我们可以继续再去买C 这是这样一连串赚下来 所以以这样子操作手法 最大的好处也在于说 你永远不怕选不到标的 只要说盘面上 那资金是存在逻辑 它是有存在一些强势股 你就可以运用盘面上的现象 那去找接下来会涨的股票 所以正基刚讲完 前一天刚讲完 昨天往上拉11% 是不是 那就像我讲的 今天正基它也开始在修正拉回 这就是很标准新贵股票的 走法 所以新贵股票绝对不能用追的 因为它的挂单方式 跟一些下单方式不一样 所以一定是要先买好 买好等涨是 一到两根就可以去出场 是不是 刚刚好 一根两根今天开始回跌 但这是短线 如果说长线 它当然是有这个 上市的行情可以去期待 那接下来 唯一还没有上涨的一档 一样是大集团旗下的小经纪 虎年经纪 这一档在年后 它还会有最后的机会 年后一周最后机会 目前只剩下这一档 它还有上涨的空间 否则想要涨起来了 好 那当整个资金开始 转移到贵买指数 跟加权指数 其实这些小经纪系列的机会 短线上就差不多是高一个段落 所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其实在整个虎年 那我认为说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档 如果说要赢在旗袍店 要在今年一开始就先赚到钱 那最重要的一定是要去把去年 一些包含像股票的逻辑 操作的手法跟策略 先去把它做转换 把它转移到属于 今年升息年的操作策略 那尤其是对于说 很多股票的市场的定义跟认知 也要跟着去做调整 就像我讲的 整个市场的资金量减少 那它一定会让很多族群 跟产业的本益比下修 那本益比下修就不会出现什么 本益比很低 本益比不到5倍 不到10倍 它一定会涨 没有这回事 本益比是市场的认知 市场的定义 所以如果说 好当整个资金量下修 当整个资金量减少 本益比下修 很多股票就算你认为 激起再低 它还是不会涨 所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除了说 期间限定的获利机会以外 那还有 在年前低延的买盘 会在年后第一天全速进场 是有机会一路嘎空到月底 把握机会 利用休假期间 直接来电 或是直接视讯我的两大平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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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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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